他是首尔三大帮派之一毒蛇帮的老大 小弟被人勒索 还打成重伤 看着眼前三个陌生的面孔 他气愤嚣张地走了过去 小辫子男拿出欠条递给他 他笑了 心中很肯定 对方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吐了一口拍在小辫子男身上 我的吐沫营养丰富 拿去吧 小辫子男瞬间暴怒 拔出匕首 干净利索 就是一下 两个手下也几乎同时出手 把毒蛇当场捅成马蜂窝 跟着一起来的小弟们 都被这三个凶神吓傻了 小辫子男叫张谦 东北最大黑帮被打掉 14名骨干被枪毙 唯独身为二号人物的他逃了出来 比坏人更像坏人的马哥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城市里 是一名警察 但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化石人 坏人欺压好人 而他欺压坏人 拿过春职帮老大黄春职的钱包 还不忘接近一下身边的小妹 看了一瓶酒 要招待他留下喝一杯 他才不吃这一套 说自己正在当职不能饮酒 可没想到还安排了其他节目 马哥看着手表略显为难地说 好在快到下班的时间了 第二天早上辛苦一夜的马哥还没睡醒 就被叫起来 他开门一看 外边全是警察 赶紧穿好衣服 准备溜至大吉 却迎面撞上了自己的手下 他反应也快 马上怒使对方怎么才来 来到隔壁房间一看 遍地狼藉到处试血迹 原来昨天晚上 张千带着他的两个兄弟 也来这里找乐子 他们对服务人员过于暧昧 经理出面制止 打伤了光头 他哪里知道这三个凶神有多狠 张千上去一酒瓶抱了他的头 接着被光头跟老三砍掉了双手 监控画面过于磨火 根本看不清脸 马哥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这三个愣头青到底是哪来的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让他震惊 不是猛龙不过僵 张千兄弟三人 刚到此地就干掉了毒蛇 收服了毒蛇帮 在这个城市横行霸道 但三个帮派他还是嫌太多 来到一修帮的地盘一顿打砸 一修帮的老大很快带人赶来 看见外面众多小弟都是毒蛇帮的人 还以为是毒蛇在里面 进去之后才发现 面前的人自己并没有见过 张千开门见山 直接宣布 这个地盘他接管了 一修帮老大刚要发飙 光头走了进来 原来外面一修帮的人 已经全被搞定 此时毒蛇残缺不全的尸体 被警方发现 老马知道手忍的天要变了 毒蛇帮原来的二当家 成为了张千疯狂敛财的工具 老婆被张千霸展 他也只能在门外忍气吞声 等完事之后 对自己的老婆大大出手撒气 吃了亏的一修帮也不可能就此认灾 实际开车冲进赌场 一阵打砸 光头赶来暴跳如雷 对着没用的小弟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不顾老三的阻拦就要去寻仇 这正中了一修帮的圈套 正在两帮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 老马帅队赶到驱散了一修帮的人 宣布接手 光头是张千的得力干将 形势狠辣冷酷无情 身背多起命案 出手极其凶狠 但那和他今天遇到了血厚防高的马哥 给硬生生地勒晕了过去 而另外两个警员二打一 却没有抓住老三 光头被抓回警局 依然十分嚣张 马哥自然不会灌着毛病 对他进行一顿修理 气急败坏的光头 竟然要咬蛇自残 幸亏马哥反应快 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嘴巴 而这边 一修帮的老大正在为自己的母亲庆祝生日 老三却拿着灭火器 走进会场 张千冷冷地走进会场脱下外套 抽出腰间的斧头就开始一路连续砍杀 出手是相当的狠辣凶残 欺负人已经欺负到家了 一修帮老大愤怒地冲上来与张千打在一起 在手里有一席之地的他 也不是软柿子 但最终还不是更为凶残的张千对手 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无所顾忌 嚣张至极 很快就上了头条被报道出来 马哥他们也是压力山大 再不破案 恐怕饭碗不保 一边发动所有被迫害的商户 帮助提供张千一伙的犯罪证据 一边让两个人冒充公安 假意要光头帮忙找白面的销路 放掉他钓鱼 开始张千并不相信 可看到光头拿回来的样品 决定与对方一见 警方立刻开始行动 提前在界面地点进行布控 可当他们冲进包房时 却压根没有见到张千的身影 原来他是利用光头引开警方注意力 此时已经带领众多手下 攻入了春职帮的总部 黄春职见对方来势汹汹 恐怕凶多吉少 立刻转身逃跑 张千岂肯放过 一直追到大街上 就当要对黄春职下杀手时 恰好有警察路过赶来 张千赶紧离去 收尔三大帮派的老大 总算是因为运气 保住了一个 张千深知自己已经不能待在此地 带上钱准备跑路 在机场的洗手间 刚换好衣服出来 却看见马哥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一拳超人对上过枪猛龙 狭路相逢 只有勇者胜 在这个狭小的洗手间里 两个人就如同两头困兽一样 你一拳我一脚地狠狠招呼着对方 最终还是马哥凭借 拳狠血后防高胜出 被靠起来的张千依然不屈服 马哥直接一拳将其打晕 很快小罗罗们也纷纷落网 差一点同一手腕黑道的张千团伙 就此覆灭 张千现实中的人物原型 并没有在韩国被抓 而是回到国内后被绳之一发 毕竟炮在国现实中 没有像马哥这么强悍的警察